台东县池上香昨天晚上10点多 有民众发现一名男子在大排水沟里头 载幅载程 立即通报警方 经警察局见识科和关山警分局侦察队到现场搜证调查 今日报请台东地检署检察官办理刑事相验来确认相关的死因 警方的见识小组以及侦察队人员 正在事故地点进行搜索 不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 而这起事故发生在昨日晚间的池上香 有一位民众发现了一名男子倒卧在水沟中载幅载程 于是立即通报警方 而在警方赶来现场后 发现该名男子已经明显死亡 本分局于昨日22时55分左右 接获民众报称 池上香大坡村南西桥以南约100公尺处 有人浮沉于大排水沟中 警销货报道场发现48年次的陈南已明显死亡 为厘清该起事故发生的原因 将由警察局见识科会同分局侦察队 至现场搜证调查 并与本日报请台东地检署检察官办理刑事相验 目前该名男子的详细死因 以及后续的处理问题 也将由警方做进一步的深入调查以及厘清 记得陈杰林池上香报道